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的画上句号 消除贫困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 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2015简贫与发展高层论台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逐纸演讲 向全世界清晰地采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简贫道路 我们坚持政府主导 把负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 发挥中国制度优势 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负贫格局 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负贫体系 中国幅员辽阔 从高山到平原 从陆地到海洋 自然禀赋的不同造就了巨大的地域差异 如何让雷若变得强壮 中国有着自信的方案 这就是跨区域结队帮扶 1997年我到这里 这个当时策划的 搞这个移民调转工程 搞这个米宁村 生活收入增长了几十倍 二十倍 五百块到现在一万多 这个只有谁能做呢 只有共产党能够做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都能够做 别的地方是做不成的 这个体现我们制度和政治的优越性 戈兰山东路 千年戈壁荒滩 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一片绿洲 两片的树已经种了九年了 像这种大树的 我已经种了五百多万棵树了 这五万亩已经变成绿洲 我叫陈德吉 来自晋江的兵山 活来凉下 种葡萄有十年了 这隔壁滩原来呢 就是一片荒地 可以说是不毛之地的 那这边又干旱 没有水 所以说就没有能去开发这片土地 我就喜欢这个地方的土地的味道 就是从来没有开垢过的一种清香味 这个地方的维度呢 是跟法国一样的 38.5度 这个地方能种出最好的葡萄 能亮出最好的红族 初次见到这片土地 陈德吉只用了十五分钟 就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投资两亿元 修建葡萄园 那一年 中国发达省市 对口帮府中西部 欠发达省区的合作 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 这几年 敏宁镇上更热闹了 每天早上六点 园龙村的村民们 要坐上班车到葡萄园上班 这个移民新村里 有一万多村民 都是2012年 从宁夏最贫困的山区 整村搬迁过来的 我叫毛齐 我叫姚艾军 在葡萄园也工作了四五年了 夫妻俩搬迁前 家住雇员 只有五五地 年收入不到一万元 如今在葡萄园 两口子每个月都能赚六千多元 从干沙滩到金沙滩 敏宁协作的带动下 宁夏农村居民的收入 平均每年都能增长 百分之十点七 我看到你们这个生活啊 看到你们现在 所洋溢的这种幸福感啊 我内心也感到很心悦 这个也谢谢你们 做的工作 你们做的工作呢 给我们指出了我们 可以走的一条啊 正确的堪章达到 技术资金直接注入 快速补盖 这正是东西帮府里的 中国智慧 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 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 敏宁模式已经全面升级 东部九省市和十三个城市 与西部十个省区市 结成对子 实现了对三十个民族自治州的 帮扶全覆盖 这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协同发展 共同发展的大战略 是加强区域合作 优化产业布局的大手柄 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截至2020年7月 在敏宁对口扶贫协作 圆宁群体等的奋力推动下 敏宁两省区二十多个省级部门 八十多个县级部门互学互助 一百零一对乡镇 一百一十对村建立了结队帮扶关系 形成携手奔小康的强大动力 以东部发展优势 弥补西部发展短板 以东部先发优势 促进西部后发崛起 便输写式扶贫为造写式扶贫 不仅成为缩短东西部差距的加速器 更激活了西部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 云南蓝仓拉护组自治县云山自然站 在上海黄浦区的对口帮扶下 乡亲告别漏风漏雨的篱笆房 住上新房 除了微房改造 另有十五个护颠帮扶项目落地于此 山城重庆 山东千切越结越多 山东十四个地市 结队帮扶重庆贫贵县之外 还有上百个乡镇 一百五十多家企业 一百六十所学校 六十六家医院 加入鲁鱼协作大家庭 四川乐山 浙江企业越走越近 这起党组织与当地贫困村牵手 其中仅组织社会捐助 就超过七千万元 北京2020年支援内蒙古的资金投入 已超十八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七 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大家都在过紧日子 但北京上下有共识 对口帮扶内蒙古的资金只增不减 一定啊 要把我们的老百姓 特别是我们奴民 扶一把 社会主义道路上 一个也不能少啊 共同富裕 先富帮后富 一帮帮到底 激励之所举 则无不胜业 众志之所为 则无不成业 据重力 会重制 急重制 中国构筑起 全党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 以不断涌现 以水思源 先富帮后富的扶贫典型 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场硬仗 中国将持续为全世界解决贫贫问题 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